原来欢迎,我们上次读到第6章 第6章59节上次 我们今天从第60节开始 60节,其实我们那个后面有读了一点 不过,等一下我们还是要再看一下 这里有提到 主耶稣本来门徒跟随他的人很多 本来许多人要拥戴他,甚至要强逼他做王 那是他在第6章一开始,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个男丁 还有许多的人 这是他的名声到最高峰的时候 但是主耶稣接下来又讲了一堆话 他们要来找他 但是他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讲这话,让人很难接受 所以很多人甚至于离开了 离开了,多有退去的,不再跟他同行 主耶稣好像是故意做这些事情 让人家不要来跟随他 接下来跟我讲这句话 当初,其实一切的事情都很单纯 就是因为天晚了 然后这些人听了那么久的道,一定肚子饿了 但是回去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力气了 所以主耶稣出于怜悯的心 就有一个小孩子也愿意奉献 拿了他的五饼二鱼 在别的福音书里面 就是主耶稣先把那个饼剥开 也把那个鱼剥开 然后向天祷告,祝福 就分下去 分,每个人都吃饱了 而且还把零碎捡起来 挤满了十二个篮子 那个篮子是蛮大的 很大的篮子 可是呢,想不到副作用就产生了 当初这些人也是很单纯 对不对 就是要来听到 可是,现在不是了 他们就要到处找耶稣 要强逼他做王 所以主耶稣先把那些门徒就打发 赶快到对岸去 那他自己又退到野地里头去祷告 他不要这个试探 不要进入这个试探 到后来他走在海面上 对不对 然后就到了对岸 所以那些人也就也到了对岸了 好 他们就说 他说 夫子,我们到处的找你 你是怎么来的 而主耶稣根本不回答他们这个问题 主耶稣就直接点出他们内在的动机 他说 你们到这里来 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 乃是为了要吃饼得饱 所以他提到两件事情 看神迹 看另外一个 最真实的动机 就是跟着主耶稣就可以有饼可以吃饱了 不需要劳力做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喜欢看神迹 的话 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呢 以前我也参加过好几次那种医治步道大会 那个时候我看了以后 我只有一个感觉就说不公平 不公平 好像你看神迹 有的人得到医治 有的人没有得到医治 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是什么 当然一定有他的原因 但是我们不能够了解 我就觉得那个好像在做lottery 然后我离开那个会场的时候 看到一堆这个瘫痪的 打点滴的 或者是装这个鼻胃管的 在那一群重病区 他们眼睁睁的看到那些人 高高兴兴的上台去那个做见证 可是他们好像被撇下了 每次我走过那一区 我的心好痛 所以我就不再去这一类的场所了 因为真的 你看都会很难过 那些没有得到医治的人 他们多可怜 那我们来看看圣经上 看到神迹的以后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先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 约翰福音第三章 关于尼哥底姆的事 有一个法利赛人 他一定是法利赛人当中的高层 名叫尼哥底姆 是犹太人的官 他是老人家 他是法利赛人 法利赛就是阶层比较高了 他又是老人家 又是官 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 说拉比 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 来做师父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 若没有神同在 是无人能行的 所以这个人属灵的眼光 非常不错 法利赛人好像只有他 这样子承认 主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 但是在第五章 主耶稣在安息日 医治了一个 瘫痪38年的人以后 到了第六章 主说你们要杀我 你们为了要 遵守摩西的律法 你们即使碰到安息日 也会给小孩子行割礼 但是我在安息日 叫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 让他好了 你们却是要杀我 所以 你就可以看到 人的心 一个是说 你是从神那里来的 因为你的神迹 若不是有神的同在 没有人能够行得出来 对啊 一个38年的瘫痪的 既然就可以起来走了 但是 另外的那群法利赛人 还有祭司长 还有文士 他们没有看到 这个恩典的大能 他们没有看到 上帝怜悯的心肠 心肠 他们却是在这个 安息日这件事情上 大作文章 了解吗 所以看神迹 有好的作用 但是比较少 尼哥迪姆而已 但是 其他的人呢 至少这些 觉得主耶稣的神迹 行得越大 主耶稣的神迹 行得越多 对他们自己的宗教利益 对于他们自己的宗教的地位 就威胁更大 大到一个地步 他们要杀掉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 着重在神迹的话 那个副作用是非常的大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 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神迹的上面的话 等到有一天没有神迹了 我们的信仰也垮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要建造在神的话上面 那个 活泼长存的道 那个是不能朽坏的种子 好 那另外一种人 他们看神迹就是好奇心 就是看热闹 看热闹 那曾经有一个古圣徒 叫做奥古斯丁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 如果因好奇而得着的 在后来的骄傲中就会完全的失去 就是说 我因着好奇心 哎呀 我就看到真的 有瘸子就起来行走了 轮椅就丢掉了 拐杖就丢掉了 等等 有的人这个肿了一个好大的肿瘤 那结果 那个医治的那个讲员 他一祷告以后 你就看到那个肿瘤就这样消消消消消下去 这都是实在的例子 是真的有这样的例子 所以他们就是很好奇 非常的好奇 然后就去跟别的朋友讲 哎呀 我真的看到了一个两个三个这样子 他在讲的当中 他就是在骄傲 他就是在炫耀 所以他当初因着好奇而得着的那些所谓的收获 在他后来传讲的炫耀 在骄傲当中失去了 完全一无所有 所以这个神迹对他来讲 没有什么好处 这是好奇心 那还有 看了神迹以后 最不好的就是你要得好处了 就像是这一章 第六章里面的这些人 我们也许可以给他做一个保守的估计 就是他们不是有五千吗 第十节 第六章第十节 众人就坐下 树木又有五千 他讲到众人的话 就是指着男丁有五千 那既然男丁有五千的话 也许女人有多少呢 至少五千 他们如果是太太或者是母亲 至少有五千 那就这样一万人了 至少一万人 那然后还有一些小朋友 对不对 保守的算上两千好了 所以这些吃饱的人 至少有一万两千人 可是到最后 主说你们来 你们这次来不是要看神迹了 神迹上次有了 对不对 你们这次来是要得好处了 就是你们希望能够再吃一次 然后呢 常常吃 跟着我就一直有吃的 他把他们的动机显出来了 直接的点出来了 好 他就说 你们不要为这些 必朽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什么叫做永生的食物 我 那就是我 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吃我肉的 必不会饥饿 喝我血的 就不会再渴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就有永生 在他的里面 因为我对你们所讲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他们就听不下去了 今天好像是不变饼了 那然后用一些这些坚生的道理 吃你的肉 喝你的血 其实 主耶稣讲到的就是他的话 我跟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好 他们就怎么办了呢 他们就走了 他们就走了 走了以后 剩下多少人 12个 只剩下12个人 这个落差实在是太大了 对不对 从12000 保守的12000 变成最后剩下12个 这是缩小了几倍 1000倍 其实 主耶稣 他就是要这样子讲 他要杜绝 他们那个 可恶的企图心 想免费的再吃了 他们从神迹 产生一个这样子的动机 就是他们要为 永生的 要为必朽快的食物 劳力了 所以这个 主耶稣就讲一番 把他们的眼目 转回到他自己的身上的时候 他们就听不进去了 所以 从12000 缩小了1000倍 剩下了12个人 而12个人里面还要再塞 有一个人是谁 会被塞掉 犹大 有一个是魔鬼 七十节 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可是犹大好像没有听懂 不然他应该有点自知之明 他是管那个钱的 所有的奉献 人家为这个团队的奉献 进来的钱 都是犹大在管 出去的钱 也是犹大在管 犹大做采购的 做财物 做出纳 他也常常贪污 偷那些钱 所以 他叫做灭亡之子 那个人 没有生在世界上 还反而更好 好 从一千 从一万两千人 除以一千 变成12个人 从12个人里面 在十二分之一 就塞掉了人 上帝常常在做这样的事情 好 我们请江泽粉 讲一下那个 是积淀 在这事迹里面的积淀 积淀的故事 大家还记得吗? 记得 积淀,那时候 感动积淀,积淀就吹脚 因为那时候要对抗米淀 吹脚之后,就很多人来了 现在要对付仇敌 但是 李记帮忙就这个 是吧 耶路华对这件事说 跟随你的人过多 我不能将米淀人交在他们手中 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发大 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 现在你要向这些人相告说 凡惧怕、胆怯的 可以离开基地山回去 于是有两万两千人回去 只剩下一万 所以本来总共有多少个人? 三万两千人 去掉了两万两千 胆怯的、惧怕的可以回去 剩下一万人 这一万人都胆子很大 我们不怕跟人家打仗 因为你如果留下那些胆怯的、惧怕的 他们会影响别人的士气 所以还不如让他回去 塞掉了 图那右边那些人就回家了 左边那些人很高兴 我们要去打仗 不害怕 不错啊 这个很难得 对,不错 好,但是呢? 好,谢谢 耶和华对激烈说 人还是不独 你要带他们下到水边 我好在那里为你们试试他们 我指点谁说 这人可以同你去 他就可以同你去 我指点谁说 这人不可同你去 他就不可同你去 所以,后来他们就下到水边了 最后看到他们喝水 有人是跪下去喝的 有人是用舌头舔水,向狗舔的 结果,神说 跪下去喝水的那些,都请他们回家了 只剩下用舌头舔水的这些留下来 有留下几个 现在三百个人 所以这旁边这些都被淘汰掉了 只剩下中间这几个 好,我要问你们 为什么打他他的那样子他不选? 只有小树的那几个打圈圈的? 他们完全集中到这个喝水的那个事 怎么没有警醒 对 所以如果敌人从后面攻的话 他们一律都没有投了 对不对? 因为他那个整个人全神贯注的 就在喝水上面啊 他们一定是很渴的 是不是? 可是那个人也一样的是很渴的 也打圈圈的 但是他们喝水的知识不一样 表示他们内在的态度不一样 他们那个知识是非常弹性的 对不对? 他还可以左看右看 是不是? 他即使在喝水 他也是一样的渴 但是他没有失去那个警醒的态度 所以今天主就在选我们了 主就是在选我们了 神在我们当中是价值在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在神的心中就是什么样的价值 了解吗? 所以有一个我很佩服的一个讲员 他说 你们认为我们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人说赚钱 有人说追求到高的权位等等等等 我要做我这一行的佼佼者等等 他说你们都错了 人生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是 你对上帝怎样的反应 再讲一遍 人生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你们说 每时每刻你对上帝是怎样的回应 这个东西就决定我们永远的结局 你不要以为我已经耶稣了 2013年后几月9号我已经受尽了 然后又怎么样了? 我参加了特会了 我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那一天 我被生命充满了 这一些不一定能够保证 而是在于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是怎么样的向着上帝的反应 就像这样子 懂了吗? 从一万人刷掉了九千七百 九千七百人请他们回家 你剩下三百人 你要提示我那一档 你们看 最后,主耶稣有受 受就是敌基督 还有十个王 后来会有十个王兴起 这些王,他们同心合一 把自己的能力,全禀给那受 就是那比基督 他们就跟羔羊争战 羔羊就是基督了 羔羊必胜过他们 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 蒙召备选有忠心 And within will be his whole children and faithful followers 这些是那些跟随羔羊的那些得胜者 对 好 你已经被召了吗? 你有没有蒙召? 有 Tinky,你蒙召了没? 有 杨亚蒙召了没有? 有 然后被选 被选上了没? 就是看你每时每刻对上帝的回应是什么 对不对? 神常常在试验我们的 你不要以为说,神是大爱 神是慈爱 神是怜悯 神有无限的宽容 搞到结果都没原则了 神是公义啊 神是公平 神是正直 神会审判的 了解吗? 我们认识神 不要光挑我们喜欢的那一部分 神常常是看起来是有点矛盾的 但是这个才叫做平衡 懂吗? 什么叫做平衡呢? 这一端是审判 这一端是赦免 好不好? 这是两个极端 那神呢? 神站在哪里? 审判 还是慈爱 他站在哪一边? 都不走 有的人说站在中间 不对 所谓的平衡 所谓的完全 所谓的全备 他抓住两边 懂吗? 神是又慈爱 又什么? 又公义的 神是又包容 又圣洁的 在人的小小的头脑里面 觉得是矛盾 但是在神里面 祂是都有的 祂充分的抓住这两极 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神 正确的认识神 所以被犬 还有有忠心的 忠心到底 忠心要忠心到底 也必得胜 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道 他实在是让我非常的敬佩 他已经过世了 他常常那个甘子树一标就标起来 所以他常常在讲道的当中 人就开始晕 就开始晕 因为那甘子树就标上来 常常好多次被子里复活 所以他照着他被医生宣告他该活的日子 他又多活了十年 而这十年完全就是神迹起始 从死亡的边缘这样回过来 那他多活的这十年里面 他讲得到特别的感人 因为他是用他的生命在讲道 他有一次他就说 那十字架在那个山头上 他说主啊 求祢帮助我 祢的圣灵与我同在 让我跑 也要跑到十字架那一头 如果我跑不动了 主啊 求祢让我用爬的 也要爬到那一头 爬到祢的十字架底下 如果我爬也爬不动了 主啊 求祢的圣灵帮助我 用滚的 滚也要滚到十字架的那一头 我听了马上流眼泪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份心啊 我们到底对神是怎样的反应 主我只要参加两次世界 然后再参加一次主日 OK啦 这样起码有六十分啊 真的是这样吗 那那么多其他的时间 到底对上帝是怎样的反应啊 我相信大家可能没有仔细的想到这么多 但是今天我也是提醒我自己 神在挑选我们 或者说神在筛选我们 那个淘汰率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得胜者只有十四万四千 并不是说刚刚好就是这个数字 不是 他是要十二乘十二再乘一千 一千是一个大的数字 但是十二乘十二就不简单哦 十二是天上行政的数字 十二是天上行政的完全 你要完全再加上完全 就是我们对上帝的反应是怎么样 那些人喝水喝到忘记要打仗 忘记说他们是要赴战场 我记得我曾经给你们出过一个 你们还记得哪一条吗 六十三节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什么叫做肉体是无益的 肉体既然是无益的 有一派就坎山一派学说我们的肉体啊 它是无益的 所以我们就苦待它 禁欲就修炼它这样子 因为它无益嘛 那另外一派呢就是放纵 肉体是无益的 那我大司大哥大川奢华的住 奢华的这个汽车交通工具 因为肉体是无益嘛 你们觉得肉体是无益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刚才阿姨讲这两个例子 好像都是 还是注重无益咒品 因为你想说就是你去鞭打它 还是你去苦待它 也是你把佛品放在它身上 对 那如果你去放纵它 也是做个灯 可是我觉得无益的话 就是说不要处理它 肚也不在这边嘛 对 很多人就把这句话 拉出来讲 肉体到底是无益还是有益 对不对 在提摩泰书里面 保罗劝勉提摩泰 他说操练身体 益处还少 对吧 这个益处还少 我觉得翻的不是那么好 如果是我要翻的话 操练身体 三号有一些益处 操练身体一定对身体有益处 对不对 常常走路 每天至少走个半个钟头 如果持续到五天 身体就很不错 那个内脏会比较健康 不会老化 所以操练身体 你会得到某种益处 一定会有一些益处的 但是操练敬前 godliness 就是操练向神 学习追求神的样子 哦 那个益处就很大了 对不对 因为那个跟永生有关系了 所以身体还是有益处 那他这里说身体是无益的 哦 我刚才又想到 主耶稣说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对不对 我来了就是要遵行你的旨意 对不对 在西伏来的版本里面 就说你 你已经穿透我的耳朵 使我能听 开通我的耳朵 开通我的耳朵 所以身体还是很需要很重要啊 我们有这个身体 神把他的气吹到我们的鼻孔里 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魂 当灵碰到这个土的时候 这个人就活起来了 他不但是有灵 他有身体 而且他有一个魂 那这个魂 这个魂 他可以决定 他要信耶稣 还是不要信耶稣 他要接受神给他预备的救恩 还是他就不接受神给他的救恩 了解吗 因为这个身体很宝贵啊 多少人用这个身体犯罪 就得到永死的命运 但是多少人 趁着这个身体还有的时候啊 他接受了耶稣 而且他也接受了圣灵 他向着圣灵随时的顺从 也就是说 他随时向着上帝的反应 是正确的 是正面的 因为圣灵在提醒他 有另外一位寡慧师 跟我们同住 永远不离开 对 所以他就可以得到那个永生的结局啊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五 讲到希伯来书的时候 他说 谢曼施恩的圣灵 赎罪的记就再没有 因为这是上帝救恩的最后一步 就是把圣灵赐给我们 在那里告诉我们 说话应该怎么说 对事情应该怎么看 对人家应该怎么样的对待 思想里面应该要怎么样的对待 本来是灵管魂 魂管身体 就可以合乎神的旨意 活出神的荣耀 彰显神各方面的美德 但是灵一死啊 魂就大了 魂就是来掌管这个身体 而且更糟糕的就是 到后来是体来掌管魂 那就是那种放纵肉体的人 好的 所以在六十三节啊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那肉体在这一方面是无异的 所以有的人他就不了解 以为这是绝对化的 肉体就是无异的 不是 肉体在使人活着的世上 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点能力都没有 是灵来让这个肉体活 对不对 就是生理上的活 就是你要吃东西了 那么我们这个肉体想要永远的活的话 那就是要接受耶稣 接受圣灵的引导 接受圣灵的管制 将来我们的身体才能够变化 而得署 成为圣洁 成为荣耀 成为荣美 彰显出主的荣美 所以灵先得救 然后我们现在的过程呢 就是魂在得救的阶段 灵掌管我们的思想 掌管我们的情感 灵掌管我们的意志 那看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的程度到哪里 所以我们今生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非常非常有限的 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再去糟蹋他 所以要效法像保罗一样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这个标杆就是灵魂体得救 完全变成耶稣的样子 也就是得着儿子的名分 西伯拉书第一章 那充满万有者就是神了 他要领许多的儿子 这个不是children 是son sonson sonson 他们得到了sonson 得到了长子的名分的 他要领这么多的成熟的儿子 进荣耀里去 今天我们就是蒙了这个招 很多人基督徒以为我蒙招 我蒙招就是信耶稣啊 是福音的招 福音的招 成字只是基本而已 只是ABC的A而已 才刚刚开始 我们今天的蒙招 是做神的长子 我们今天的蒙的招是这个 预先所制造的人就招他们来 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就叫他们得荣耀 所谓得荣耀 他当然喜欢我们得那个最大的荣耀 就是长子的荣耀 现在目前为止 有没有问题 没有 所以如果这些人肯谦卑 不是只是为了要吃那个今生的食物的话 他们应该可以渐渐的懂主耶稣在讲什么 主耶稣讲到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他会吓到 以为这个是食人猪 但是实际上你看主耶稣怎么讲 叫人活着的就是灵 肉体没有办法叫人活着 肉体反而是要被活着 要吃东西 然后还要有灵 对不对 一个是暂时的活着 一个是什么 永远的活着 永远的活着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了解吧 所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是什么意思 主角消化吸收神的话 他跟我们讲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什么时候变成灵 什么时候变成生命 变成瑞玛的时候 在瑞玛的时候 他就是我们的灵 他就是我们的生命 所以主要的key verse 就在这一节 可是他们被那些 什么吃肉啊 喝血啊 就吓到了 而且也不想再问 不想再问 好 还有一节非常的重要的是在 第四十五节 在先知书上 这是以赛亚的书啊 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 凡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 就到我这里来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认识父啊 那就是到主那儿去了 父跟主是原为一啊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得到父呢 怎么样能够到父的面前 那就是到主的面前了 听到父的教训 又学习的 就会到主这里来 我们到了主这里来 主跟我们所教训的 我们要学习的 其实就是父的教训 所以在我自己看来 第六章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筛选 蒙昭被选有忠心 一万两千人塞掉了 变成十二个人 十二个人再塞掉一个人 剩下十一个人 这是一个比例啊 那个比例是蛮大的 那我们今天到第七章 第七章 我们先读前面十三节 儒太人要杀耶稣 所以主耶稣就留在加利利 但那时候有一个节其境 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故事 前面那个是第六章 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在这儿 这是主耶稣服侍的第三年 刚刚用五饼二鱼喂饱的人 那个是在玉月节的时候 玉月节红色的那个点 差不多快到玉月节了 我们现在到第七章 是到哪一个时候?到这儿 这个是祝宏节 所以这等于是半年以后的事情 祝宏节 这个杨历123456789 中间的季节是旱季 前后这个是羽季 然后他们是四月份开始收割 然后秋天开始离田破种 他们有三大节期 一个是玉月节,一个是五旬节 一个是祝宏节 这三个节期 他们是规定在耶路撒冷方圆 大概是差不多24公里以内的 都要去过节 所以,这三个节期是比较重大的节期 那玉月节的目的是 纪念神从埃及,把以色列人带出来 所以,这个是就犹太利来说 他们是1月14号 然后接下来过了50天 要过五旬节 是把出熟的农产,献给神做甘心祭 因为从玉月节开始收割 到五旬节的时候 就把一些农产品奉献到神的面前来 又叫做七七节 之后再隔半年,就到了祝宏节了 祝宏节又叫收藏节 所以,它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要庆祝农作物,要收藏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一个节期 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最快乐的一个节期 就是祝宏节 第二个意义是,要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曾经住在这个棚子里面 就回想他们过去 过去,你现在再怎么样住豪宅 到了祝宏节,你总是要搭一个棚子,住在外面 这个是在犹太历,7月15号到21号之间 你看,他们搭这个棚子 有的是在阳台上面,搭棚子 有的是在地上 所以,这个小孩子会最高兴 你看,现在也是这样 他们就是camping,没错 他们到了祝宏节,就是要外面 他们现在当然,至少是说 我吃饭的时候,在外面 甚至于,当初可能有时候 我不晓得是不是,晚上睡觉也睡在外面 所以,这段日子,又是收藏的时候 所以,大家都欢欢喜喜 然后,小孩子都特别高兴 今天晚上不用睡家里,可以再睡院子 然后,真的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 这时候,主耶稣他们应该要上去过节了 过节,但是主耶稣好像没有动静 耶稣的弟兄,耶稣有几个弟弟 他就劝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 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第四节,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 你如果行这些事,什么事? 就形成许多神迹 就当将自己显给世人看 这其实是一个,好像很合理 劝他到耶路撒冷去 那时候,人多到那边去 那边人很多 所以,你要行神迹在那边看的话 那个效果最大的 但是,第五节就讲得很有意思 他说,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 请问你,读这句话,你有什么领受? 你怎么样解读这句话? 为什么? 其实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这个耶稣的弟弟,他讲这些话 其实已经比之前进步很多了 之前,他们对耶稣的行神迹的反应是什么? 大家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印象? 马可福音第三章 那时候,主耶稣行神迹,他家人有什么反应? 三章二,第一节 小恩读一下 明珠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 因为他们说,他奸狂了 那时候是什么时候? 前面是主耶稣设立了12个使徒 所以这时候,主耶稣是在他服侍的第二年 第二年,他主要都在加利利 我们现在看到朱鹏节,这是第三年 所以,他一年多前 那时候,他的亲属 他的亲属就是谁 我想就是他这些弟弟 出来要拉住他 因为说他癫狂了,说他崩了 那时候,他们对耶稣的反应是这样 但是现在,好像你看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他们现在没有制止耶稣 而且他说,不错 我这个哥哥还真的会行神机 所以他说,你既然会行神机 那你要出名的话,就到耶路上里去 所以他们是有进步 但是,圣经还是说,他们不信他 为什么他不信他? 他不是都看得见他行神机了吗? 为什么他说,不信他? 而且,Believe in him 不信入他 不信仰他 对,对这段话没有什么看法 因为他们感觉上,就只是Believe in him 就是Believe in him 他相信主耶稣可以行神机 可是他们不相信他的,没有信入他 因为如果信入他的话 他就应该知道,他有不解使经 然后,他可以做这种方式 然后,放在这边,以人的方式 跟他建议说,您不要这样 我想,他们不信他是 他们没有相信他是神的儿子 如果他是神的儿子 他不需要这些promote的方案 promote自己的方案 他既然是神儿子的话 他就有这么大的 他有个完全的权柄跟能力 让众人来信服他 但是,他们是没有 他们还是认为说,你有这些能力 但是,他们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你要怎么样 让自己能够呈现得更好 他们给他一些advice 不错,不过这些是人的热心 主耶稣不需要这样子的 我的想法和感觉完全不一样 人要显扬名声 第四诗节的英文 No one who wants to become a popular figure act in secret 我觉得耶稣很痛苦啊 这些人对他真的是进步了吗? 是好意吗?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这是一种讽刺 你要显扬名声 你就不要在加利利这个小地方 你就应该趁着这个过节的时候 各处的人都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你在那里一定一炮而红 他们不是出于善意 他们是出于一个讽刺的意思 你如果行这些事 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因为连他的心弟兄说这个话 这样子的嘲讽他 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动机 反射在主耶稣的动机上面 好 第六节 耶稣对他们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 世人不能恨你们 却是恨我 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 你们上去过节吧 我现在不上去过这个节 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他说这边为什么要讲满呢 耶稣说了这话 人就住在加利利 但他弟兄上去以后 他也上去过节 不是明去 似乎是暗去的 所以你发现没有 在这一段里面 有人揣测他的动机 有人觉得暗去 就是好像鬼鬼祟祟祟 不是很光明的 所以这一段里面充满了 从表面看事情 从表面就定事情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通病 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凭外貌看 请你写下 约翰福音第二章 二十四二十五节 约翰福音第二章 二十四二十五节 耶稣在耶路撒冷过玉野节的时候 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 就信了他的名 那我们要看一看这个信是什么 什么信 Believe in his name 不错 从信 Believe 变成Believe in 就很不错了 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 因为他知道万人 这个知道是透视力的知道 也用不着谁见证这个人怎么样 那个人怎么样 不需要人来解释 来说明这个人是怎样 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曾经有一个神学院院长 他收到一封信 有一个学生 他说 哎呀,我最喜欢你了 在所有的神的仆人当中 我最喜欢你了 你的学问让我佩服 你的讲道让我佩服 你的属灵的生命那么富富 让我佩服 所以我在众神学院当中 我要选你的神学院 在你的下面做学生 等到他在这边读了四年以后 他又写了一封信 他说 在所有的神的仆人里面 我最讨厌你 你的生命最糟糕 你的行为最什么什么 反正整个就反过来了 我真是后悔在你那里浪费了四年 这是同一个人 是真的事情 其实老院长 他是非常值得人尊敬的一位 他怎么说 他说还好 四年前 我没有把他的话当真 就是他讲的话 我没有放在心上 不然的话 我怎么受得了 完全不同的这一番话 这封信 人会变的 人的喜好会变的 主耶稣进到 最后一周 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和善那和善那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诵的 结果等到主耶稣受审的时候 钉死他 钉死他 不能容他活着 一定有overlap的人 一下子这样 一下子那样 不将自己信托给他 因为神知道人里面所存的 所以你看多少那些 我愿意 我愿意 在牧师的面前 都我愿意 结果几年以后 就开始要闹离婚了 人认识自己吗 没有办法 你能够认识三五年以后的自己吗 我跟你讲 如果不是被神抓的 我愿意能够持续几十年吗 很难讲 主耶稣不会先任任何一个人 祂知道众人心中所存的 祂也知道几年以后 这个人会怎么样 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二章35节 就是当主耶稣还是婴孩的时候 祂行了歌礼 祂把祂献给神 路加福音第二章 请俊娜帮我们念 路加福音第二章35节 一直读下去 对对对 心念给他们祝福 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 这孩子被立 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 许多人心急 又要做毁放的画柄 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招伏扣 主耶稣被立 祂那时候还是个婴孩 但是祂的一生是怎么样 许多人因着祂跌倒 就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 许多人兴起了 那些忠心追求祂到底的使徒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因为玛利亚嘛 一个母亲嘛 她看到耶稣成为毁放的画柄 成为羞辱的 她心会冲啊 会刺痛 每一个要服侍神的人 会经过这一段 一个人内在的动机 不被对付的清清楚楚的人 你叫他早一点上讲台 你真是害了他 把他推到属灵的世界里面去 好我们请再看 哥林多后书二章 十四到十六节 哥林多后书 听起来帮我们念 哥林多后书第二章 哥林多后书第二章 十四到十六 是 是 所以我们在世面经 明运在滚救的人身上 或灭亡的人身上 都有基督心香之气 对 又是一个筛选 有没有看到 神在基督里率领我们夸胜了 我们常常在靠着耶稣夸胜了 这样子我们身上就会有香气了 心香之气 但是对象被塞了 有一些人闻到我们的香气 他就死了 另外一些人闻到了我们的香气 他就更活了 又看到了灾血 是不是 我们是世上的光 是世上的盐 也是世上的香气 盐碰到谦卑的人 他就更洁净 盐碰到骄傲的人 他就更糟糕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作用的 很多人因着我们太像耶稣的缘故 他会很恨我们 因为他们的黑暗被暴露出来了 在一个房间里面 他们这些黑暗的人在讲话 非常的自在 等到我们一进来 就杀他们的风景了 我们甚至没有讲话 我们出现 他们就很不高兴了 他们就很不舒服了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过 我们请再看真言十七章 真言十七章 第三节词 顶微炼银,无畏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再念一次 顶微炼银,无畏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对 那个炼银,炼金的火是何等的强烈 你才有办法把它里面的渣子一直溶掉 耶和华熬炼我们内心的动机 耶利米苏十七章 我们不翻了,我就告诉大家 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试透呢? 见他人心,试验人肺 我耶和华是见他人心,试验人肺腑 心肠的 耶利米苏十七章 九到十节 人的心诡诈,坏到极处 谁能够试透呢? 我们这个人太复杂了 我们可以一边非常的爱神 可是真正的碰到一些 我们还是很在乎的利益冲突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 你才会知道我们诡诈到极处啊 没有人能够试透 但是神是见他人心 试验人肺腑,心肠的 所以诗篇有一个这样的祷告啊 主啊,求你熬炼我,知道我的心思 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 这句话 这个祷告的sample一定要记住啊 要常常这样的祷告 你不要觉得我已经很好 我现在已经比我信主之前 这个思想圣洁多了 没有 里面还是一个深渊啊 还是一个深渊 好,我想今天就到这里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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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